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做了一份报告 那他当时候具体的要求 应该让这个目前 劳保的一个分摊比 资方的比例有七成 应该要降到五成 那我们当时候后来在听到之后 后来回来 刘学老师 刘老师 刘伟 回来跟跟我讨论之后会觉得 基本上这样一个诉求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 没有道理的 那我们认为基本上它是一个 趁火打结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 因为在年经 尤其在讨论这个劳务保险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整个劳务保险 他的基金的财务 财源上的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整个财源 可能基金会有一个财务上的一个状态出现的时候 结果 工总代表在里面提的 居然是跟这个完全不相关的 所谓的分摊比例的调整 所以我们认为基本上这是一个 趁火打结的行为 所以呢我们工会在8月18号 也就在这个刘伟要进下午要等去开议 九次会议的时候呢 我们工会做成了一个正式的一个 我们的诉求 那我们开了一次记者会 来表达我们 一来我们反对这个工总 他在里面所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跟提案 第二个呢是我们认为我们要求那时候 我们发现在1995年之前 其实雇主对劳保的一个分摊比例在那个时候是8成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另外提了一个要求是说希望具体的 而且是很合理的有所本的 提了一个正式的要求说 应该要让雇主的这个分摊比例回复到1995年的8成 上礼拜开会的一个状况 我想我提早抵达了开会的会场 那抵达不久以后 我在跟身旁的这另外一位委员在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刚抵达会场的合余委员 他就拿着手机 在距离我比较远的地方 在偷拍我 后来我发现了以后呢 我有像他制止这样的行为 我跟他说这样的行为非常的不礼貌 他发现我发现 他在偷拍以后 他就大大方方的屈前到我面前来拍我 之后说他要把这样的照片 传给他认识的中正大学的老师 我想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 那正式会议开始以后 我们等一下又看到影片 影片的内容只指说 我们那天开的记者会 是一个造反的行为 之后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 他认为我们指控他 这个工总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叫称国大姐 是对他的一个人生攻击 中正大学教授刘一学 在我第七次发言以后 在第九次会议完以后 结合劳工团体 对于本人 在第七次发言的内容 利用纯召集人不在国内的时候 开始造反 我向请今天召集人 及中正大学的教授 刘一学委员 给本人在开会的前议 给予个别的一个交代 否则未来不排除 东远我中正大学周边五个村落 三星村 风书村 东湖村 尊北村 顶润村 的农民 同学去中正大学 抗议 持草 并送咖啡 茶水去给刘一学教授喝 我是东龙国小毕业的 创业四十年 三十年前 我在东龙国小设奖学金 中正大学很多教授 孩子都领我的奖学金 刘一学教授 没有读师也多看资料吧 没有知识也要要要求尝试知识 那要不然也要多看电视 因此不能提出严重抗议 要不然我不会散发甘休 不要忘了 第二点我要抗议的是 这个一开始来的时候 何宇委员就巡视了一番 之后找到我的名字 之后对我拍了两张照 说他要传给很多人 他的认识的教授看 我就觉得其实蛮不受尊重的 不应该去压制其他人的发言 或者是进行 类似进行恐吓的一个行动 我没有恐吓他 他自认了被恐吓 但我没有恐吓他 我没有恐吓他 我请他喝咖啡喝茶 会恐吓他吗 不会的 我都发奖学金给他们的 教授的孩子了 会恐吓他们吗 这也是民主社会里面 严论是只有的一部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高教公会 只是一个形式上 开了一个记者会 抵触我们的诉求 跟主张的时候 我们要受到这样的屈辱跟批评 这是我们第一个 相当不能够理解的一个部分 在我看来 他在年金委会里面发言 也不只是针对我们留学学个人 甚至他发言也不只代表他个人 他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资方 对于我们的劳工 所进行的恐吓跟威胁 直政百日以来 民进党 蔡英文政府直政百日以来 我们细数公众团体实际上 不但要求要砍劳工七天价 不但拒省基本工资 不但要求增加加班费时数 不但拒绝 适用七休一的基本保障 甚至指明行政院长林全 柯建明要出马来搞定 这些在还不同意条件的劳房 甚至今天上年威胁我们劳工的委员 和宇第一个要求 我们第一个要求 这工程的代表 和宇必须要在所有年金改革委员会 的委员面前公开道歉 也就是明天 你要公开道歉 承诺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恐吓 威胁其他委员的状况 不然以后只要提出 有关于跟他利益不相符的诉求 都要被他威胁吗 那如果是其他的劳工代表 他就要威胁 这个跟他利益不相符合 然后叫他不要去上班 或是要带人去干嘛吗 第二点 我们要求 这次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召集人 陈建伦副总统 以后若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应该要当场支持